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,YouTube的黄金三小时。 如果您是我的铁粉,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。 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,请您今天要的给我一个like。 真心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随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改变,患上更新他的人越来越多了,而变成通风的概率越来越高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代茶饮,可以代谢飘柳,排尿酸,对于导致的血中尿酸升高,尿酸、血盐都有很好的帮助的。 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,效果立干兼饮。 我聊聊聊聊喝了一段时间,结果还是很不错的。 今天就把这个代茶饮的详细方法分享给大家。 浮灵具有沥水善湿,健脾宁心的作用。 经常使用浮灵可以帮助人体把湿气从小边排出去。 浮灵既可以驱血又能够浮症,沥水而不伤症气。 所以浮灵是一位具有沥水消毒的药物,它可以治疗各种含湿导致的各种水肿。 浮灵善于肾气水湿,所以它对痰湿气躁有很好的治疗作用。 尤其是对脾胃虚弱导致的泻泻,有非常好的帮助。 无论是茯苓皮还是茯苓果肉,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,药用价值的。 在一场生活中,我们可以用茯苓泡水喝,煲汤都是很好的选择。 既营养又可以养生大。 《本草纲目》中有记载,人是知老温伟小童。 桑胜在日本也被称之为长寿食品。 它的味道干苦、心寒,有很好的疏风散热、清肺润燥造、平易干扬、清干明目的功效。 也有很好的降低血压、降血脂、降血糖、减肥抗衰老、抗病毒、抗荣耀的作用。 桑胜之所以能够降低血糖,是因为桑胜中所含的生物碱,对遮糖酶和麦芽糖具有抑制作用。 冰血桑胜中含有多种有助于调节血糖的成分。 通过发生协同作用达到降血糖的功效。 对糖的利用干糖原合成以及改善糖代谢,最终达到降低血糖的效果。 红枣营养比较丰富的食物。 中阴上讲,红枣性温,能够益气,也可以补血的,有健脾和胃的效果。 红枣中含有的环磷酸性肝,对抑制癌细胞的生长,抗过敏有很好的特别作用。 经常吃红枣,能够起到安神的效果。 用红枣来煮粥,泡水,能够缓解抑郁的心情,让心情更加的愉悦。 红枣对于我们的眼睛还有帮助的。 红枣中含有的维生素A,维生素A可以减少颜部的疾病。 能减少视力减退,具有保护视力的作用的。 如果平时觉得眼睛疲劳了,视力模糊,可以吃几颗红枣。 红枣中常见的香菇类的花和物,具有缓解眼部疲弱的效果的。 红枣需要去除枣核,枣核不要燥热,不管是平时煲汤,泡水,直接吃红枣,枣壶不要食用,否则容易伤火的。 再准备甘草,甘草胃肝,入心,肺,脾,胃精,有益气复用的功效。 使用甘草之后,补气更强,可用于辅助治疗心气不足,心气,脉欲,清热解毒。 甘草性肝粮,能够清热解毒,可用于辅助治疗咽喉肿痛。 甘草性平淡,腰性温和,能化痰又止咳,益气润肺,无论是外感内伤,含热虚实。 心症酒壳,都可食用的,可用于治疗风寒咳嗽,风润咳嗽,咳嗽痰痰多等等。 甘草是一味不易的中药材,能够润肺,补气。 甘草成分可以稀释喉咙部位以及支气管粘膜的分泌物,促进部位的分泌物排出。 咳痰为机体一种保护性的动作,通过积极治疗原发病可以缓解咳嗽的症状。 枸气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,特别是滋补肝肾,液精明末。 比较适合老年人,视力昏滑的,可以使用枸气泡酒,具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。 主要是肝肾不足,因血亏虚寿导致的面色微黄,催发早白,失眠多梦。 因为枸气含有滋补作用,可以补肾的,所以能够养阴生轻。 对于糖尿病,也就是中医上消渴,口渴,也可以用枸气籽直接泡水喝的。 还有就是,枸气籽是要是通缘的食材,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保健食品。 现在研究发现了,临床功效多方面的,比如调节免疫,抗氧化,抗衰老,抗疲劳,降压,降糖,降水脂,还有防腐射的作用。 红枣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,红枣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滋补加品,比较常见的一种食物。 中医上,很早就把红枣用在养肝方里面食用的。 因为红枣含有饱肝,健脾,降低胆固醇,抗过敏,平时多喝一些红枣茶水,可以很好的保护肝脏,帮助肝脏排毒。 因为红枣还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C,铁元素,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,经常吃红枣,可以很好的补气血,美容助盐。 红枣的果肉需要去除,果壶比较燥热,一定不可以食用的。 再准备几颗桂圆,我们把桂圆包开,只要果肉就可以了。 桂圆也是一种特别好的自补加品,女性朋友们可以多吃桂圆的。 平时包汤的时候放上几颗,经常吃一吃,最选择的好处很多的。 桂圆虽然比较好,但是量不要太多了,因为桂圆特别的伤火,准备五颗就可以。 桂圆中含有比较丰富,职业被人体吸收的葡萄糖,而且蛋白质比较多,铁元素更加的丰富。 疲劳过后可以多吃一些桂圆,可以补充能量的,恢复精力,帮助紧轻身体的疲劳。 桂圆含有比较丰富的葡萄糖,缺糖,以及蛋白质,含铁量特别的高,能够提高热能,补充营养的同时,又能促进血红蛋白的再生以及补血的。 桂圆肉除了对全身有补益作用之外,对脑细胞有益,增强记忆力,减轻疲劳。 营养学家发现了,桂圆果肉含有大量的葡萄糖,蛋白质,维生素,多种氨基酸,胆碱,折糖,钙,有和尝的刺补作用的。 接下来帮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养生糊中,加入一小毫升的清水,中小火温煮2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剧作视频不容易,请您发现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好了,家人朋友们,今天的视频就非常到这里啦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有所帮助,请您帮我点赞关注电话的频道。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,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和您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再见。